其實這個佳俊導演他是一個很nice的人 很nice的導演 所以他在拍戲的過程 他老實講他不會介入演員太多的部分 除非真的情緒上或者是動作上有太大的落差 否則他導演基本上是放給我們自己去做 尤其像今天這場戲也是情緒比較重的戲 但其實我們在來到現場之前 我們自己免不了一定都要做一些功課 那可是最真實的反應還是在拍攝的當下 就是演員跟演員之間眼神的交流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騙不了人的 當地球看著我 然後我看著地球的時候 那個很自然而然的就會有感覺了 因為賢忠這個角色他是一個全身癱瘓的角色 老實講這對我來講是第一次的嘗試 那剛開始我知道要演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當然免不了我還是要去做一點功課 所以我還是會去上網找一些影片 就是關於全身癱瘓的一些病人的一些狀況 又真的好 所以我就不想看